不同人制作传送门,小表弟制作。 不是吧,现在还有人不会制作传送门吗? 这不是有手就行的是吗? 直接拿出传送门框和传送方块,像我这样摆就行了。 诶,怎么没用了? 你是不是傻?传送门已经被删除了。 对哦,我怎么给忘了? 没事,我还有一种方法,那就是直接找一个以前的传送门, 使用区域复制方块把它给复制下来。 你们看我这不就做了一个新的传送门了吗? 狗华制作。 那要是找不到以前的传送门怎么办? 就一辈子做不出传送门了,我的方法比它的好用多了。 我们直接打开微缩资源工坊,在搜索栏输入传送两个字, 随便下载一个传送道具。 然后在地图里放出来。 你们看这不就是一个传送门吗? 是不是比小表弟那个厉害多了?